MC作为电脑游戏,难免会被一些别有心的人带节奏 说还有暴力元素,迫害元素 有很多家长说自己小孩沉迷MC,认为这样不太好 有些人甚至还在考虑怎么举报MC 而在遥远的国度,别人已经开始利用MC 让自己的居民更加幸福了 欢迎来到埃塞俄比亚公园计划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北,是一个不怎么发达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没上过学,一辈子没用过电脑 在埃塞俄比亚的城市里,大多数地方的环境都很差 垃圾到这都是,孩子们没有玩耍的地方 好在他们有一群有志之士,想改变这个地方 第一步就是给这里建一个免费的公园 让孩子玩耍,让人们运动散步健身 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 一个公园如何满足众多人的需求,是个大难题 于是他们去问当地的人,但很多人是没有设计经验的 他们不懂设计,只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所以很多设计方案都没有通过 就在万般无奈之际,主设计师突然想起了MC 不如利用MC,给当地人自己建立一个他们心中公园 计划一开始就有人反对 那么多人没用过电脑,怎么参加进来 而MC的意上手劲,让很多从来没用过电脑的人 也能加入这个计划 MC清晰明了的游戏特性 也可以很直观地告诉设计师 他们想要什么 要知道在埃塞俄比亚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 想要做到这样一件事,本来就难 而MC却让这个世界,用最直观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让看不懂复杂设计图的民众 知道自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园 也能让设计师知道民众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公园 看来说MC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游戏 这是一点不假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吧